嗨,哈喽大家好,我是啾啾 柳叶刀发表研究酒精会引发7种癌症 在2020年全球所有的新发癌症比例的4.1% 由于男性平均饮酒量比较高 所以酒精导致的癌症比例中有4分之30男性 一般人以为大量的喝酒才会引起癌症 另外媒体上饮酒的形象往往是高雅时尚的行为 所以很少人注意到喝酒其实跟癌症会相关的 所以我想请教金医生 酒精进入人体具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喝的酒中含有乙醇 而乙醇已经被发现具有致癌性 喝进去乙醇的时候细胞中的一种酶 会将乙醇转化成更为有毒的物质叫乙醛 当大量酒精进入体内时 体内的乙醛的含量会超过酶所能够处理的量 就从而导致乙醛的寄居 这样就会很危险 因为乙醛研究表明可以直接损害DNA 影响DNA的功能 还有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 从而导致细胞突变癌变 因此喝的酒越多 有毒的乙醛就会积累的越多 所以DNA损伤的机会就会很大 患癌的风险也就随之很大 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叶酸是一种微生素 存在于多种不同的食物中 比如像一般是绿色的蔬菜和豆类 它会影响DNA的工作方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 充当特定基因的关闭的开关 饮酒过量会减少肝脏吸收叶酸量 叶酸吸收少了 就会消除这种关闭机制 从而导致细胞发生巨大的变化 导致DNA不容易修复 这样就可以使细胞更容易癌变 酒精还可以在物理上 帮助其他的致癌物质进入细胞 这些有毒的东西 伴随着酒精就可以进入细胞 这就意味着酒精 可以充当致癌物质与之混合的溶液 帮助他们潜入细胞 那么喝多少酒精会增加离癌的风险呢 饮酒与200多种疾病和损伤都有关 其中包括肝硬化 传染病 心血管疾病 早期肢呆和癌症 饮酒引起癌症最相关的是剂量 如果每天喝10克的酒精 会增加4-7倍 患口腔癌 喉癌和食道癌的风险 如果每天喝到50克的酒精 就会增加肝癌 大肠癌 直肠癌 还有这个女性乳癌1.5倍的风险 这一旦停止酗酒呢 这患癌的风险呢 就会显著减少 尤其是这个怀孕妇女啊 因为这酒精很容易跑进细胞内 转化成这个损害细胞DNA的物质呢 成为这个致癌因子 每周或者每天定期饮酒啊 会显著增加肠癌的风险 中度和重度 就是每天超过4倍的这个饮酒患者啊 肠癌的风险分别增加这个21%和52% 这个饮酒时间越长呢 患癌的风险也就越高 另外这酗酒者呢 容易受到缺乏这个叶酸和纤维的不良饮食 以及昼夜节律紊乱的影响 这样也可以增加这个酒精诱发的结肠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